六四這天儘管中國官方超低調 但調薪動作可沒少 兩艘共軍洞五四A飛彈護衛艦 不只飛進宜蘭外海二十四海裡處 跟隊友海軍直接嗆聲 親朋大戶卻聲稱自己是在維護主權 共軍囂張行徑不只如此 根據零傳媒指出 同天下午有一艘土耳其海軍 阿達級反潛護衛艦 由南往北通過台海 共軍還打破慣例 首都在中線引動監控 荷蘭特普羅號巡防艦5月底 在結束南海演習後 自由航行通過台海 卻被中國外交部嗆聲 不要挑釁之勢 也能把台海內海化 沒中國挑釁不斷 武方也持續強化與民主盟友合作關係 特地來台的二七人美國軍火團 五號遇到先到中科院航空所參訪 下午也拜會無人機國家隊成員 雷虎科技 廠商也射出海上號無人艇原型 以及正在測試的中長程 無人直升機 對於共軍威脅 日益增加國防也和盟友 積極建構國防供應鏈 強化自我防衛 三地新聞朝鮮商 黃新城 楊凱恩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